那天 落到的雨下得好大好大 人群里有个人 他正在看我 却向我走来 谁啊 去临江打开屋门 哎 雪姑 你怎么来了 我有个邮包 你能不能帮我 记一下 啊 好啊 阿娇 你喜欢听故事吗 曲临江把汽好的茶 放在雪姑面前 喜欢啊 你要给我讲故事啊 关于这个邮包 受见人的故事 它是个道姑 喜欢一个二少 他叫莫黎 出了道乡村 录了满派 跌跌撞撞地做任务满集 莫黎是个纯小白 什么都不懂 只知道做任务 打不过的 就随便 组了一个人 聊天篮快满集的时候 才会用 不知道什么是外观 什么是校服 更不知道为什么加了好气 做个日常都会被打 到最后 莫黎也只是做一做门派日常核大战 身为小白的她 感觉外面的世界真的太可怕了 就在一次打禅院的时候 她就认识了一个二少 叫朱叶 莫黎不是很喜欢打禅院 因为她觉得一打这个大战就会被人嫌弃 不是把她踢出去 就是所有人都退队 因为她总是莫名其妙地死掉 连队友说的躲圈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个纯瑶 你能不能看一下脚下的圈啊 在老三团灭了好几次了 你心不心啊你 脚下 脚下哪有圈啊 是个小白 你没打过吴晓吗 吴晓又是什么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满级的 没亲友 也总是有人嫌弃我什么都不会 也是不容易啊 顿力 你把队长给我一下 我给道姑同步一下插件 顿力 把队长交给朱姨 道姑 你把这个插件下了 等会儿开的时候脚下会出个圈 你一定要躲 别担心输出不够 躲圈的时候能移动打就移动打 不能也没有关系 万一出了公孙大娘你打他 其他小怪不用管 啊 好好 莫莉满级到现在 第一次有人教他那么多 下了插件的莫莉 感觉整个剑三都软了 什么目标焦点 什么DPS监控 他都看不懂 但是在开老三的时候 他开始凝神静气的看脚下有没有出圈 一出圈他就躲得远远的 最后也算是顺利过了 出了本没走几步 莫莉又躺到地上了 奶毒退队了 长哥也退队了 顿利因为要去大跑商 也跟着退队了 顿利只有莫莉和猪叶组着 猪叶轻轻摸了摸 莫莉的头 道姑 你回营地吧 之后我去找你 你把阵营关了 嗯 好吧 莫莉回了阵营 按照猪叶说的 轻功到山上打坐 等五分钟阵营就会自动关闭 猪叶也坐在莫莉旁边 问道 道姑 你打算一直这么一个人走下去吗 莫莉回答 没人会喜欢我这么白的人 可能没多久 我就要删游戏了吧 你别灰心啊 你看我今天都教了你 怎么打禅月 还没有嫌弃你 可不像你说的没人喜欢小白 谢谢啊 这个江湖挺大的 也挺危险 没人带可不行 你看咱俩这么有缘 还都是同阵营呢 要不 我带你 真的吗 嗯 那麻烦你了 从那以后 猪叶就带着莫莉做日常 看风景 不知不觉 莫莉从小白 变成了一个八段的PVP道姑 懂了这个江湖的事宜 懂了那些当初不懂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 莫莉还是不是很懂的时候 没有金 买装备了 猪叶就骗莫莉 说交易有经验 交易了买装备的金 给了莫莉 后来莫莉知道怎么回事了 还还了猪叶两千金 猪叶又交易给了她三千金 莫莉遇到猪叶 开始就感觉心里暖暖的 也是 这么个大黄鸡 能不暖吗 有的时候也是傻乎乎的 后来 莫莉有点事 就A了一段时间 等她回来的时候 猪叶已经不常上了 莫莉有点想她 就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好想你啊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一天一天过去 时间慢慢地流逝 莫莉没有得到回信 过了一个月 她看到猪叶再次亮起的头像 和小地图旁亮起的信封标志 猪叶回信了 只是赞A 再后来 莫莉 被顿力拐到了恶人谷 从当初和猪叶浪一眼 变成和顿力雪过一起浪 在那期间 猪叶上线过一次 猪叶 你要不要来恶人谷玩 恶人人多 方会也可乐呢 猪叶看了看莫莉的所在地 未知地图 其实是个对立的阵营 不 我要在后期玩情怀 后期有彩虹 空气比恶人谷得好 但是恶人热闹啊 我不喜欢太热闹的地方 好吧 你要是无聊了 就叫我啊 嗯 你开心我就开心 莫莉和雪姑他们玩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喜欢这个游戏 以至于每次都和猪叶上线的时间错过 等他们两个再次见到的时候 已经是栖息了 那天 莫莉穿着破军 站在成都的广场 满地的烟花 照亮了成都的夜空 莫莉突然想去仓库看看 于是 穿过了人们为患的广场 去仓库的路上 感觉身后总有人跟着她 她NPC面前的时候 莫莉一个转身看到的 却是久违 而又熟悉的猪叶 莫莉很高兴 两个人找到成都城外 可以看到月亮的地方坐下来 碰到你我好开心 是吗 我也感觉 你好像比我以前认识你的时候 开心多了 因为你在我身边啊 傻丫头 最近过得怎么样 哦 刚想和你说 前段时间我跟我师父 死了师徒 但是一点也不伤心 还有我在现在这个帮会 遇到了一个 苍爹和琪娘 她两世情缘 人可好了 我感觉气顿打人有点慢 最近在学建成 还有还有那个 莫莉感觉那一天 是她最有耐心的一天 一个字一个字的 把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 说给了朱叶婷 近到两天前 远到三个月 莫莉说完一件事 就会想起另外一件事 滔滔不绝的 一聊的提示音 在朱叶耳边 想来想去 莫莉 从中午说到了下午 朱叶该下线了 你知道吗 最近好奇内战 成天在世界 骂来骂去的 句点都丢了好几个 最近跑伤 也没有好奇截标了 根框也没有 莫莉 我该下了 可我还有很多话 没说完啊 那你每天再跟我 继续说好不好 嗯 好 那明天见 嗯 再见 您的好友 朱叶下线了 本以为第二天 莫莉会继续跟朱叶 说那些 没有说完的事情 本以为莫莉 会等到朱叶上线 继续听她说 但是莫莉等到的 只是一封信而已 信 是朱叶级的 莫莉 很抱歉 我可能以后都不能上线了 你别伤心 你要是伤心的话 我不在 我安慰不了你 知道你伤心的我 只能干着急 你保重 别把游戏和现实搞混了 好好玩 好好练你的健全 哦 对了 傻丫头 你不是喜欢吃糖葫芦吗 你看啊 我给你买了99个 你一天吃一个 说不定等你吃完了 我就回来了 附加的99个糖葫芦 莫莉说下了糖葫芦 按照朱叶说的 一天 一个 99天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朱叶还没有回来 过了不知道多久 莫莫莉还在等 莫莉还在等 等得雪菇都看不下去了 我的傻莫莉呀 你还在等 我愿意等 愿意一直等下去 就算朱叶不回来了 傻莫莉 朱叶真的不回来了 你还等 你怎么就这么倦呢 当然要一直等 我相信他 一定会回来 如果不等了 他回来没有看见我 该有多失望 我还给他练了袖袖呢 哭他安危 我愿意等 哪怕等到纯阳的雪化 哪怕等到西湖水干枯 我也愿意一直等 等到沧海桑田 等到你回来的那一天 那天 我做了一个梦 我的一个道顾朋友